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日星期四 今天的影片也早了少少錄 因為稍後要開會 今天要開會 所以害怕太晚了 免得妨礙小編收工 早少少錄 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某程度上 今天也處於一個比較悶的狀態 也沒有太清晰的方向 也不難理解 因為大家最主要都看到 整個大市本身 那個氣氛也有點觀望 我相信大家都在等今晚的數據 今晚美國CPR的數據 數據也相當關鍵 因為 什麼叫關鍵呢 我想也不可以叫關鍵 應該說 數據本身對於美國今晚會有幾大的影響 不過我不知道 或者這樣說法 雖然說到好像很大 很大的影響 但我相信如果那一刻出來 是很厲害的 數據很高的 市場會不會有很大的反應 我覺得都未必會有 反而如果跌下去的話 反而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再加不加注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其實呢 在某程度上 如果它跌下去的話 那 因為加息 其實大家已經預算了 而且大家都開始覺得 你今年也預算了 會加七次息 所以就算你的CPI 厲害的 只不過你是引證了 甚至乎你是肯定 它一定會加息 加七次 即是跟預期差不多 所以又不會對市 有一個 我覺得不會對市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只不過可能 對金融股那時 就會有些幫助 但是出來的 是差過預期的 即是低過預期的 反映反鎖就是 當地的通脹 已經是見到頂 有機會 所以就 我想出來的結果 可能對於美股 是有一個影響 但是 結論也是 不會特別差 是的 我想我會這樣看法 所以如果今晚真的出來 通脹是厲害的話 那 反而我覺得大家 又真的可以借一些耳 借個小 可能再部署科技股 其實呢 我想再更新一下大家 其實現在 年初至今 因為經過這段的時間 即是 美股慢慢爬上來 現在美股基本上是 就是 DOW和SMT 跌幅是 現在少於百分之四 再多一點 最後一步 也會更多 最後一步跌下 百分之七點幾 但是 真的慢慢收穫 失地 同一時間 你說港股這邊 其實都因為 又升下跌下 那麼 連初一次這樣 還可以升 可以升五個百分之五 大概 不太確定 但是 那兩者的表現 那些差距 又拉近了 所以我寧願選擇美股 港股這邊也要先去觀察一下 港股這邊也要看業績 其實之前提及到業績期可以選擇美股 選擇優質股和好的股份 其實香港的外傳路上也很合適 香港的海南市也不一樣 因為你本身的股份看得到很強 可能今年的業績會有機會走樣 即是像若明那些 即是上年那盤數是出的刑期 但今年的表現也似乎有暗用 所以港股這邊也會有些分別 這樣計算數 但你突然想到美股那邊 你見到一些公司的業績 因為美股那邊的業績有好處 起碼它有一個預測 即是它有一個展望的數 你大概也知道它是否要分別 所以美股有時候有這個好處 還有 因為港股現在還沒有收視 我現在這段時間還沒有收視 我再看看最後再說一下港股的情況 但我想說些什麼呢 話說昨晚跟朋友聊聊天 有些brainstone很有趣 大家就覺得似乎新加坡股市 可能是可以的 不過我還在想 究竟 要選 因為新加坡股份 很有趣的 我曾經有研究過 因為那時候 剛好有公司 曾經有一年 要做那個港股 我又迫著要學完它 當時是學了一陣子 那段時間可能是二十多天 要密集地集束式 去看了很多新加坡股市 一些股份 特別是過股的 很厲害的那些 突然是狂狂去學了一陣子 那時候是突然間 懂得更多 但是為什麼突然說 新加坡股市 因為沒有 應該很多錢都流了過去 所以那邊可能有些股份 都應該是會受惠到這個情況 所以可能我自己都會 可能會研究一兩隻 那可能不買多了 就買少許 我少許看看 又當是再 又擴闊一下自己的眼光 又試一下 又學多樣東西 是啊 所以 可能下一兩個星期 可能我突然間 失驚無神 會跟大家說 新加坡股份 或者股市的東西 那 但是今晚 又看完那個 數據 那 港股也會現在開始說 那港股 我現在這段時間 又升近三十多點 都還是二萬四千八百兩 這點數 那看一下 一會兒美市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衝高一點 那 不過暫時 我覺得 都是二萬四 二萬五 拉距 我又不覺得市 真的會有一些很大的衝起 今天曾經衝高過 但是又下來 那 但是我覺得 再觀察一下 因為 我也不覺得市 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當然A股強的 A股今天也 也是美市的時間 又是上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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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科學股劃 又有一個做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 怎麼樣 我看法也比較心神的 那 內房也有些消息 所以你看內房股都有些上升的 另外一些資源股 我看到有朋友問資源股 我可以一拼答你的問題 資源股為何這回合突然會升得那麼厲害 又是有些行刊出來對照 可能是說旅行公不應求 另外內地有些疫情 大家可能擔心社會會影響 旅行供應量的情況 但是旅行供應量會減少 其實不會太多 影響力也很高 這是其一 因為之前有些大型資源類股公司合併 氣氛上有些幫助 所以這個辦法純粹去解決這些 但是我又覺得要買旅行 甚至乎要說旅價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會買一隻AA 我還知道沒有 我昨天在Yahoo財經說過這件事 是會買一隻AA的 如果網路購買的話 買那隻 即是Accor那隻 那你現在買那隻 事源就是 我想旅行財 大家都知道是說旅業 但大家都知道是旅的製建 那中旅呢 即2600 印象中 它其實是買一個叫原旅 即是甚麼意思是 可能你賣那些旅的產品 可能是一條旅館 即是一條旅館 即是一條旅館 可能是一條旅館 你可能提煉又變成一條旅館 那他賣給別人 但是Accor那些是做甚麼呢 Accor那些都是做類似的事 不過 他又再叫做 提煉一些 就是說 他就著不同的客人 他可能幫他做一些旅製建 譬如有人向他賣旅館 可能他不單單是一條旅館 即是一條旅館 他可能其實是說 如果解釋你這間公司 可能你是賣水喉的 我比喻的 譬如幫你賣水喉館 甚至水喉的零部件 那些東西 所以他的增值 其實對於他的業務幫助 更加之大 所以 為甚麼我會選這隻呢 就是這樣 他之前出的業績上 不過上個季 業績也是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旅業股的話 可能我都可以選一隻AA 也未必選本地這些 當然 有些朋友如果不是買海美股的 那你要選擇旅業股的話 選擇中旅 2600這些 但是如果可以有選擇的話 有選擇那些會比較好些 其他的幹材 或者你的通脹 對於一些資源價格有些幫助呢 按道理 其實你想一想 是的 通脹其實 百物騰櫃這件事 對於一些資源的格格 都是會升的 因為其實 有可能他們升 才有通脹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 合理的 合理的 不過 不知道呢 要選擇 因為真的個性 如果以銅來計算的話 銅呢 之前的時間 有些行星說 銅可能今年的需求會跌 真的會減少 所以 我想是個別的板塊 一些資源類 有不同的走勢 所以就要逐漸去稱 不過 有一句 你問我這些資源股 我看法都是比較上是中性的 我不會看得太過特別樂觀 是的 其他股份 就沒有什麼特別 現在其實 你見一隻移動 匯控會跌一點 但是跌得不多 跌得不多 所以變相之下 大家先看看今晚的數據的表現 這樣 那 今天大致上是這麼多 可能短了一點 不要介意 因為今天 有些 時間比較 比較趕 這樣 所以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